欢迎继续收看冒险之旅 上期呢我们建造了一个通道 连接了这个恐龙乐园和我们的凉亭 那南瓜在线下呢 在这个通道的旁边种了很多的花 这样的话我们走在这个通道上边 更加的生机傲然 对不对 更加的漂亮美观 但是光有这一个通道呢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路程是比较远的 南瓜还准备在里边建造一个动物乐园 这样一来的话 路程就更加远了 这个动物乐园的话 南瓜准备建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么远的路程 咱们肯定要做一个观光车 对不对 咱们有磁吸轨道 我们把这个矿车放上去 就特别的快 特别的好 哇可以啊 这个擎天龙真的大 幸亏我们这个栅栏加高了 要不然的话 它肯定会跑出来的 我们现在想做很多的这个悬浮铁轨啊 但是我们的铁不够 家里边的铁真的是用完了 挖矿的话 我觉得又要挖很长时间 而且呢 我们后期肯定是要用到大量的铁的 所以这一期呢 咱们先来做一个刷铁机吧 这个刷铁机应该建在哪呢 不能离我们这个活动的范围太远啊 如果太远的话 它是区块不会加载的 这个刷铁机就无法正常的运行 我觉得这一片就不错 那我们这个汉迪斯拉需要挪一下位置啊 让他在远处休息啊 来骑上他 我们给他挪一个垫 哇这个汉迪斯拉是真的萌 500滴鞋 哎 好的 走 我们看一下把它先养在哪 在这边吧 放在这边也比较好 直接放在这个最高的山头上面 压迫感十足啊 走 哇 太爽了 好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让他在这边休息 我们在刚才那个位置建造刷铁机 首先呢 我们需要挖一个9乘9乘2的坑啊 123 有这个 哇 我们这个效率5的铲子太快了 应该是9个吧 这个刷铁机呢 是能刷新学的啊 之前的刷铁机 我觉得效率比较低 这个呢 是一个4核的刷铁机 效率特别的高啊 铁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做完这个刷铁机 这个铁肯定是用不完的 9乘9的坑做完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在4个角落 分别都倒一桶水 再来做一些炸烂门 一共放8个就好 中间这个不放啊 OK 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中间 这个3乘3的区域呢 分别向下挖30格 这个坑的话 已经挖好了啊 但是兄弟们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搞一些这个漏斗 来做收集装置 但是我们家里边一块铁都没了 就是说咱们还是需要先去挖一些铁啊 这边的铁哥怎么可以打一下 来 干他 看到没有 铁哥打我们基本上不掉血 太猛了 还有一个 来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五刀 六刀 七刀 八刀 一个铁傀儡 看一下有多少 八个铁呢 肯定不够啊 我们再下矿去挖一些吧 直接飞下来 看一下 有没有铁 哎 蜈蚣 等会儿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现在这个装备 蜈蚣就是一个小卡拉密 几刀就可以砍死他 OK 轻松解决 我们开始挖铁 一共一组零食六个铁啊 够了 咱们回家 直接放到核农熔炉里边烧一下 这个速度特别的快 做了六个告示牌 还有九个漏斗 先在这边放一个大箱子 然后呢 在后边放九个漏斗 这九个漏斗的位置呢 就是刚才我们挖下来的 那个三十格的坑 然后呢 我们还要在这边放九个告示牌 我们现在不够啊 只有六个 再做一下 没有关系 就这样重叠的放 一直放到最后 搞了一桶岩浆 我们给它放在这 这样的话 这个岩浆就会铺满啊 但是它不会留下来 好了 现在的话 我们在后边挖一个 七格左右的通道 然后我们直接爬上去就好了 做些梯子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这个村民的平台 数两格 一格两格 然后呢 从这边开始挖 挖三格 好 挖三格之后呢 我们再向下挖六格 这个空那一共是七格深 挖了七格深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外侧 再挖一个三乘三的洞 啊不对 三乘二的洞啊 这个洞的方向呢 它是和刚才我们建造 那个水池是相反的 在这边放三个床 OK 在这两侧放两个半砖 上边呢 放一个火板门 在火板门的后边呢 我们挖一个三乘三乘二的空 这边还有 OK 我们来把头上的三个方块 还有面前的两个方块 全部都拆掉 像这样 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放一些火把 放火把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区域刷怪 我们在正中间放一个船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挖一个通道 直接挖出去就好了 OK 出来了 我们来把最外侧堵起来 然后呢 在这两个 这边放两个 对着开的火把门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个水池的四周啊 分别建造一个这样的小房间 一模一样 数两格 然后向下挖就好了 那下边这过程 就给大家跳过一下 本来我们准备的是在这四个角落 分别建造一个这样的小房间的 但是南瓜只建造了两个啊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边没有空间了 我们从这边挖了之后 就挖到水池了 从水池里边出来了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做了两个小房间 也是可以的 但是效率应该是会低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要放置村民吸引僵尸 不过应该要留在下期了 因为这周边的矿洞 我们还要填起来 特别的麻烦 大家如果建造的话 尽量找一个 下面没有矿洞的地方来建 那我们就下期接着做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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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